寶可夢 嗨 我是寶可夢 好久沒有在我的房間做影片了 那今天的話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 即將在卡板幫我們的 臉媽的臉卡安卷要送出去的 就是我們的 Apple Watch 去年我們送出了三支 來第一個人 抽一下囉 第一個是誰 338 代差政先生 他有三個來符合喔 再抽一個 332 高差瑞 第三支 到底是誰呢 184 184也符合資格耶 黃叉達黃先生有在現場嗎 今年的話呢 我們一樣好是每200人上車 我們就會送一支 那現在寶可夢就要來開箱 所以你將來如果中獎 你到底會拿到的是怎樣的產品 那這其實也是 非常的 特別啦 對就是 其實我自己 本身是 比較 不會去想要去追求這種最新 最fashion的 這個所謂的 產品喔 那 只是說有機會 那就是 剛好拿到一個 就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這是它的盒子 那 它看起來它是 用紙 去稍微卡住而已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它這樣打開 哇 你把它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哇 這個 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喔 它裡面有好多的這個 這叫什麼 印刷 都是那個 錶帶的部分 對 看到 哇 這是還蠻別緻的 那再來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錶帶 所以你打開之後呢 你會有一個錶帶 另外一個應該就是你的手錶頭 所以總共就會有兩個商品 我們先來把這個打開 哇 是有點期待 就是 做這個開箱的部分 喔 在這裡 所以呢 你會拿到一個 你的 這個 你的Apple Watch在這邊 然後它是用一個 這叫什麼 絨布嗎 把你包起來 所以你到時候你可以把它就是 把它拿起來這樣子 所以它是長這個樣子 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麼接下來還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應該是使用說明書的部分 它有教你說 怎麼去使用這個產品 對 那包括就是 它的那個側邊的按鈕 或者是觸控螢幕上面的按鈕 要怎麼去使用呢 還有這個 注意事項 都在這裡 對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充電的部分 它有送你一個這個 我們一般手機 買手機它會送你的這個 充電的 好 然後還有一個 充電線 哈哈 對 那這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說 這裡 這個 它應該是一個 小的平台 然後你這個 放上去 它就會幫你就是 吸住 然後它就會 自己進行充電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預算 你也可以去買一個 這所謂的無線充電 充電機座吧 那你的手錶放上去 它自然而然就會進行充電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算是 時代一直在往前走 那就是 科技 改變人類的生活 越來越便利的一個 一個 很明顯的案例 那通常如果你買 Apple商品 它這邊都會有一個小小的綠條 就是你可以 在這邊就直接 撕開 那你把它撕開的話呢 其實 你看我這樣撕下來 那你這邊應該就可以打開了 所以它這個設計應該算是非常的直觀啦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看一下 它下面這邊也有一張這個所謂的使用說明 那使用說明打開之後呢 再往下 有沒有 表帶在這兒 它這邊有 為什麼會有Def的表帶 很生氣喔 OK 如果要連接表帶請 可以加上表帶直到 咖雜聲 它這邊也有教你一些使用的方式 就是 這裡有一個 要把 拿起來看一下 因為我其實也沒用過這種 高階的產品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點緊張喔 好 它這個應該是一個比較 一個是備用表帶嘛 所以 基本款的表帶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你就可以把它跟你的 這個 Apple Watch做一個連接 對 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用吧 這 我想 應該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喔 對 我來把它弄一下 OK 它應該是這樣把它卡進去吧 它從旁邊卡進去 OK 看到了 好 所以它兩邊其實都是可以用這個 卡榫的方式卡進去 對 那卡進去之後呢 它其實你進行 這個開機 那麼 接下來的話就是要跟你的 應該是Apple Watch 跟你的iPhone做這個所謂的配對 那配對完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 開始用 那時候Low Battery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還要充電 那充完電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開始使用這樣 我覺得這應該也算是一個 很不錯的 的一個 像生日贈品嗎 生日禮 我覺得非常開心 好 這帶起來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 這是我們今天一個簡單的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有機會 然後把這個 我們最新的這個產品 帶回家 好不好 如果是你拿到的話呢 就恭喜你 因為我們如果是在 今年的第三季抽出來的話 我們可能會送你的S6 是最新的一代 不是現在的S5 也希望大家就是 多多支持卡板吧 我們才有機會 把最新最好的產品送給大家 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